标语论坛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希望每次上课 都有录影的部分 会自动寄到你的信箱的话 请记得你就自行加入 加入的方法很简单 底下有说明 第一个请你先登录Google账号 第二个点选申请成员 好像他的画面好像有变动 因为他Google的环境常常有变动 不过大概就是这个字 叫什么申请成员资格 或申请会员资格之类的 那你就告诉我你的学号 还有你的姓名 还有申请理由 你就大概就复习吧 OK 大概让我知道一下 至少要给我这两个 不然的话你没有给我名字 那我可能就不知道你是谁 也许我还要查一下 到底是我们这个班的同学 如果是我还是帮你加 如果不确定 那我可能就一直没帮你加进来 可能就是因为我不确定 到底你是不是我们上课的同学 OK 像刚刚好像就有一个同学 就是我不确定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所以如果你们有加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什么以审核嘛 代审核在这里 他就跳出来了 那 第一个这个 这个同学在吗 刷梗这个 OK 第二个同学这个 OK 这个有 育成 第三个这个什么 OK 好 因为有些 我可能 我就帮你加进来 那加进来你们将来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每次贴的影片会自动转到你的Google信箱 另外的话呢 也会 另外的话呢 你也可以进到这个会员里面 就是会可以看到这个清单 那今天是第二次嘛 所以今天晚上回去的话会转 然后里面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你们点进去之后的话 会有那个上课总共几个段落 有没有 上个礼拜就12345678 应该很清楚的 然后呢 底下就有完整影片的连结 你就点这边 那你就可以开始 看要是全部播放呢 还是你要跳到你比较不熟的 比如说呢 上个礼拜录制聚集的部分 还要产生按钮 有没有 有同学可能忘了 没关系 你就是点进去 然后自己再把它看 有的时候可能讲到某问题 你可以暂停啦 试着做做看 反正最重要就是要做 你会了还要熟练 那慢慢其实说呢 就差不多这些东西啦 那我会尽量的把一些 可能你们最需要知道的 优先会跟你们讲 但如果你暂时不需要知道的 也许我就暂时不要增加你们的负担 OK 我会先讲最重要的 然后让你们可以自己触类旁通吧 OK 最怕就是说你可能学太多 然后之后的话 怎么用都不会的话 反而是增加你们的困扰而已啦 OK 所以底下后面还有什么呢 VPA的环境设定 另外还有什么聚集 怎么样加上注解 注解就前面单引号嘛 那 下来就是有一个题目 就是中英文 有没有 另外有一个范例题 我要请同学回去再试做嘛 就这一题 判断 这一题 101这一题 就是说呢 它的前面几个字都是中文 那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几个中文字 把那几个中文字留下来的话 那该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请各位可以试着做做看 当然 我讲过就是说 这个解答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当然最重要是说你提高效率 反正呢 你不用涂白链钢就OK了 但如果那个资料 你全部都涂白链钢不得了 可是如果你想想到 Exale有函数吗 有啊 其实像这一题啊 所以上个礼拜这个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这个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这一题的话 基本上不太需要用到BBA啦 它基本上 它的逻辑是这样子 就是这边前面几个字都是中文嘛 对不对 那刚好呢 如果这个是没有 那如果我想要把资料库这几个字抓过来 那它不是每个都是三个字 有的四个字 有的没有 那怎么做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边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全形字跟半形字 所以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可以把它delete掉 第一步的话你可以插入 先全部把它转半形 那全部转半形的话 你可以利用什么asc 然后把这个带过来 它就全部都转半形了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里面ass这个变成半形 那为什么要半形 因为如果是全形字的话 它会变成判断成两个by车 OK那再来的话 我怎么知道这个中文怎么把它解决 我们可以插入环数用什么 用文字里面的LENB 有没有 这个有印象吗 LENB 那LENB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算一下哪个 算这里面几个字 不是几个字 几个by车 16个by车 那它跟LEN有什么差别呢 好上礼拜讲过 LEN是算里面几个字 那LENB是算里面几个by车 那会受到影响的应该是哪些呢 就中文而已 中文算两个by车 但是却算一个字 两个by车一个字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到底它有几个中文的话 我可以把LENB的结果怎么样 再减掉这个LENB的B拿掉 那这样得到应该是多少 应该就是几个中文字了 三个中文字 然后就拿这个三个中文字的结果 可以怎么样 再去切割这个部分 所以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3 你可以把它放到哪里 把它剪下来 再插入那个LET LET LET 因为它从左边算过来 因为中文字都在左边 然后按个确定 把这个字给它 那几个字贴上就可以了 有没有 三个字按确定 那这边也可以先把它向下填满 这边也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但是如果你要多一个这个 动作的话 多一个栏位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 再把这个ASC 有没有 再把它跟这边结合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ASC ASC 然后把A2这个地方刮起来 这样就OK了 然后 不对 这边的话就 可能就想想看 怎么样再把这个跟这个两个整合在一起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 这个也许回去可以再了解一下 主要就是多了解一下 有关文字类的这些函数 这个是转半形 转圈形 有没有 等等的这些 还有什么Trap 抓哪个字 Core 等等这些也许暂时用不到 不过至少你要了解 那你若了解的话 那这些有些题目就比较快 可以快速的把这些问题解决 OK这上个礼拜最后有提到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一样 要回到上个礼拜的这个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请各位 再把上个礼拜这个部分把它打开来 上个礼拜是第一个REPDCH-LEN 第二个是Test OK 第三个是录制去期 有一个清除 糟糕 这好像 这个 OK 再把它关一下 我这个录制的 好像上面这两列是把它删掉 OK 然后 这上面的东西 再把它恢复回来 所以上个礼拜录的 假如说你上面那个没有把它清掉的话 那可能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 那个录制去期有个缺点 就是它什么 要完全是你原来的状态 如果你换一个环境的话 那可能会出错 可是如果将来呢 出错的话也不是说不能改 你可以从这边按右键 指定聚集 这个背后呢你可以再按编辑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 这背后的程式又显示出来了 上礼拜有提到 这个我们有 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那时候彩排的时候 是把游标放在哪里 1 2 可是如果你上面那两列没删除的话 那会变成 游标会是放在哪里 放在那个 有没有 刚刚那两列上面 OK 当然如果你将来 这个 环境变动的话 没关系 甚至不用重录 你也可以修改 这个的位置 也没有关系 字太小了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把它稍微放大到14 看起来太小了 工具 选项 那撰写风格 这边可以放大 有没有 也就是说将来 如果你入字的聚集 跑了 发现坏掉了 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个相对位置也可以修改 只是说 好像入字聚集的缺点 它就是记得记录什么 你的滑鼠键盘的位置 所以不见得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却是一个什么 如果你还不会写VBA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 暂时可以帮你产生程式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它的那个环境底 它就放哪里 有没有发现 就放模组里面 所以将来我们在撰写程式的话 一定都是放在模组里面 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OK 这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请各位上个礼拜部分先把它打开来 我们待会要接着来练习 今天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来撰写VBA 上个礼拜是用录制的 不是自己写的 如果不是自己写的 那当然感觉好像 好像还是有点距离感 所以特别注意 待会我们来看 如何自行撰写VBA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也许 就是简单的把上个礼拜 这个档案先打开吧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101开头 如何留下那个 就是中文的那个 中英文中的中文的那个部分